各位台湾民進府 參議員,大家早上,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這麼多台灣將來參議員到好頂 這個不簡單的頂面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探討的對方 是真的 中國有的說是枯燥無謂 而且可能在州因為很多人 已經有很多的這個 經驗 所以今天我另外用一個辦法 想說用這個 這個概念方面的這個 時刻 來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現在 這個王先生有跟 投影 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這四點 頭基生 行政的角色 第二 行政的意固 第三 這個 行政的實務 最後 一個 領土改善 改善的 這個 行政的實務 各位剛才說的 是將來的參議員 所以將來台灣的民主社會 就是要靠各位來建立 這是怎麼說 我們就說 這個 行政的角色 簡單說起來 行政的另外一邊 也是各位要 將來要 承擔的這個任務 就是立法 一般的這個 世界 民主國家 大家所知 跟這順位置 都是 實行 這個 三官分立 的這個 制度 這就是 立法 行政 還有司法 這三個 這個 國家的管理 佛上 勘責 講得好聽的 就是說 佛上 保持 平行 那 照這個 理念 出發 我們可以看到 說 行政是在 做什麼事情 它是 在執行 法律交代 它的任務 所以 大家 如果了解這樣 應該 各位就了解 說 你們的 空間 將來 這是重要 你們就要先 創作 那個法律 出來 才交給 行政的 單位 去執行 所以你們可以 算是 最優的 行政單位 應該是 下優的 不是下優的 這樣 你們創作出來 法律 交給行政單位 去執行 這個 司法單位 再來感動 說 法律 是不是有 比遵守 這 說起來好像 很理論 我們拿一個簡單的 例 來 妙下 譬如說 將來 各位 認為說 我們台灣 不可以有差勞 不可以跟別人家 所以 各位 創作一個法律 跟別人家 跟別人家 這是差勞的 行為 將來就要受處罰 現在有這條法律 之後 再交給警察 警察 警察是 行政單位 喔 他就要去抓刀 如果有人 去用逃脫 他 有這個 比逃脫 現象的時候 這警察 就要去抓刀 那現在 刀刀抓到 之後 警察 不可以處理 就要交給法官 再去讓法官 就要去抓刀 說這個刀刀 到底是什麼 東西 安裝到底 有跟 共和沒有 還是有傷害人 沒有 體的東西 是不是很多 再來刀刀 做 所以 由這個簡單的例 大家看 所以說 這三關 分立 他們 本的 這個 空間 一個人 都有一個固定的空間 要做 法官 在刀刀 刀刀 刀刀 還是刀刀 是因為 他們 法官 有 受益 特殊的法律 這個 訓練 所以他們才有那個 令力 來改稅法律 就這個 改稅法律的 可能 他們才來 刀刀刀 這個刀刀 現在講到這裡 我們 反正回來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自己 操練說 他是 五關 分立 就是 多兩位出來 多一口齊 感染 但是 那是 沒用的 多的 本來這兩項 人三關 分立的時候 也是 照相 有人 處理 中華民國 有 多兩位出來 我們來看 他 是不是 會比 三關 分立的國家 比較民主 有 結論 我們可以 這段 就跟他講出來 說 不可能 中華民國 這個 民主 這個 都 可以說 都跟他騙 提早 我說 我下這個 結論 怎麼會 現在 我就要說 第二點 行政的 功課 行政委 要接行 他的任務 時 一定就要 有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 就是法律 我們剛才說 國會 將來 創立 法律 之後 交給行政黨委 去接行 所以 行政黨委 要做什麼 一定就要 根據 國會 所創立的 法律 來做 中華民國 是怎樣 他的制度 比別人 更複雜 結果 不會比別人 更民主 這就跟 中華民國的法律 有關 我現在來 介紹說 是什麼原因 我先 下一張 可以用這個 我現在 先拿 整個 來 介紹給大家 了解 我們來 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的法論 這個 文藝法 第十九條 說 本法的主觀機關 為行政議 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信用很嚴重 第五條 也有一個主觀機關 這個還複雜 中華民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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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自下市 政府 政府 特別是這個 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目的事項 影響 國 國 主觀機關 的 指導和監督 現在 大家看這個 這都法律 在條文 但是看那後 你們的法律 你們的法律 這幾個法律 在制的這些主觀 機關 這些都行政單位 這些是在關什麼 他們這些都主觀 還是在關什麼 是在關這些 法律裡面 這些條文 還是在關這個法律裡面 這些所自的那些單位 還是這個法律 所牽涉到的人 大家都看沒有 他這裡都沒有說 只說這些行政單位 都是主觀單位 我們現在大家看 加識 說他在關這個法律所自的 會那些單位 我們先看信用合作社會 他說 中央是財政部 直轄市是直轄市政府 還有先市政府 信用合作社 如果設在管市的 要收到管市政府的管 如果設在直轄市 就要收到直轄市政府管 還有一個信用合作社 你們有一個信用合作社 設在中央嗎 有沒有 沒有中央在管什麼 所以 也不是 他這個法律主觀機關 也不是在管這個 合作社照顧 沒有一個管什麼 我告訴你 這個運行法裡面 以前也是財政部 不知道是運行 現在都比較大 所以財政部官部的企業 所以就要先設一個 給這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其實這個也是財政部的單位 本身的 比例這三條法令 所自的 這些單位 都是有在經營金融的東西 金融的業務 為何三個都不一樣的主觀單位 他們關什麼 我們也三個不一樣 但是有一些例子 我們可以了解 像說 信用合作社 我剛才說 信用合作社的人 他們 做團 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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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哭 我們就要想這個 管制政府 管制政府 走起來 要受管制政府的統計 那個費用他們才能保銷的 那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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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農費法 裡面 是 農會費的主觀 大家可能 因為我剛才看到 我們以前有發生一些農費的 那個總幹事 換新人的時候 舊的總幹事不可以拿下來 新的總幹事不可以就任 結果就要叫農會費來貼禮 農會費 農會費就是在逛那裡去 不但這樣 甚至農會費 規定說農會 裡面 可以請多少萬港 農會費 農會 萬港的薪水 可以頂多元 這樣而已 給他們光裡面的貨就對了 其實這個法律裡面 並沒有寫 說你們就要管理的臨時 還是管理的財政 財務 沒有呢 所以 明明有 有 因為法律沒有光 沒有寫得那麼清楚 所以一些行政單位 他們想說 法律裡面 應該是沒有不對 所以 都要管理就對了 但是要管什麼 不知道 所以乾脆 黨都管了 頭管還要 這樣標示說 行政單位很複雜 很舒緩 他們關一關 他們關一關 變成什麼 因為這個法律 他們在管 所以這個法律 如果裡面有些疑問的時候 這些主管 機關 開始就在規制的這個法律 他們如果開始規制的時候 這樣就是越拳 法官 我們剛才 他們那個差辣的禮 有在說 法官才有受到 特殊的法律 訓練 他才有辦法人 過世法令 要做判斷 現在行政單位 他是負責 執行的人 他沒有那個特殊的法律 訓練 所以 他應該是沒有那個領域 因為這個 民主社會 給他們的任務 不是要過世法令 是要給他們執行法令 所以 他們如果這樣做 開始在過世法令 大家要管 這個越拳 這個越拳 中國會也有一個 可能大家 因為我 不聽過的 名字 這是什麼 行政掛帥 以前 如果聽到行政掛帥 大家覺得 這個名字好像 很好 好 行政單位很強 其實就是越拳 這不是民主社會 需要的 所以 各位將來 在做 法律的這個 創立的時候 都要注意 比原行政單位 開始 越拳 在這個地方 我利用這個機會 請教你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大家聽好清楚 法律 沒有規定的 是可以 還是不行 我用中國會再說一次 法律沒有規定的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請雅酒 OK 不可以的呢 OK 不可以的 大多數 比較多 但是沒有超級半數 好 好 好 你們現在 詹聲 自己記得 看你自己 剛才 可以 還是不可以 這個決定 這個改決 我靠近了再來 再來 改破給大家聽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這個問題實在是 很好解決 馬上就能夠 在這裏 解決 現在 我們現在 講到這個 行政掛甩的這個問題 行政掛甩的 他們現在 管是 因為 管理 是一種的 像管理 所以 有管理的時候 一些行政掛甩 大家都要清楚 我們事實上 也有可能一些事實 如果可以管 怎麼會管 所以行政掛甩也一樣 中華民國行政掛甩 現在大家都要管 所以他還找出一個名字出來 大家也能聽到 多頭馬車 現在這個買車 一個座 大家都在管而已 所以沒有人在做事 沒有人在接行 現在有事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說 不是我的酒 我是只煮管而已 對嗎 對嗎 現在沒有我的事 所以 在這裏 我們也可以拿一個禮拜 說 說 沒多久以前 台灣的 所謂幾十年金融發生問題的時候 大家記得 中華事情 發生這個 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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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 集隊 大家要去領錢 因為他好像掏空 所以 造成一個 第一次台灣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那時候 補充也有賣了 說這個 上華事情 在一年前 還要讓財政部 那時候 又是財政部在管理 和保障 說這是 優良的 信用合作社 結果 一年之後 出問題 這樣 在關什麼 很關鍵 結果那時候 發生的 幾年 這個 金融機關 問題很大 有一個主管 機關 有這個任務 沒有 甚至 那個時候 在主管 那個主管 現在大家都姓官 越姓越貫 所以 有資格 中華民國的法律 定的 跟實際 實在是查太陽 但是 現在說就是 這個 行政人的 管 管 不可以做 不要負責任 那也可以 連想想起 另外一個 案件 大家會記得 後面 第一次 民選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拿到 好像 五十通趴 他又連選做 總統 他要選擇 那時候 他要選擇 就 給以前的人 勒 說 我就要做一個 代謝 所以那時候 他要選擇 代謝的 這個 辦法出來 主席 不是 他會不會的 代謝 裡面有很多 他要選擇 賓金棟 古代 東華 那時候 東華 他要選 用 用這個 憲法 一百條 一百空一條 破這個 勘亂罪 赤斗公權 那些人 那些人 這輩 這就是 代謝 變成 他們沒有罪 因為 那個中間 這個 一百零一條 一百條 因為已經 修改過了 所以 以後 要 要 破 勘亂罪 這個 不是說 只能說 只能說 就能破罪 你就要有 具體的行動 才可以 所以 那時候 正念的時候 那時候的代謝 有很多 去破 一個勘亂罪的人 現在都沒有罪 其中 有一個大勞 讓這個 不慶改 他要被破罪以前 他是 中華民國的 政部立委 因為被破罪 所以 他的 立法委員的職業 被 出銷 現在 阿菲伯和 代謝 變他沒有罪了 所以 他就向 中華民國的 內政部 申請 說要 揮複 他的立法委員 的主席 那時候 內政部 這個 主管的 一個司長 向媚體 媚體 媚體在問 他就跟媚體說 他說 這個 法律沒有規定 不准 法律沒有規定 法律沒有規定的准不准 可不可以 法律沒有規定的准不准 可不可以 如果用這個規定 大家 都知道 法律沒有規定的准不可以 這就是在說 什麼是法律 我想 在做大部分的人跟我們一樣 都不是大法律 所以我們不是大法律的人 對法律的了解 很簡單 法律就是什麼 如果沒有一個情形 我們的自由 就要受到縮白 所以 這就要定這個法律 我跟人說 你那個老頭的東西 如果沒有這個法律 來給你縮白的時候 這樣大家都可以跟老頭的東西 這樣不行 所以 這就是 可以簡單說 是一種 法律的 那個 概念 法律 沒有規定的 應該就是可以 結果 中華民國的 那個 內政部的司法律 說不要 不正確 匯合 立法委員的主席 他做了 內政部的司法律 對法律的了解 是這樣 很困難 中華民國的這個制度 還有一種法律基礎 可以說沒有 還是價值 不知道 那個時候有什麼 那些 比較 腦筋 比較清楚的人 去把 擦學 這個 內政部的司法律 把 所以 給他了解 之後 買了 他也是 給 這個 不正解 揮好 他的立法委員的資格 這 我們簡單的說 這個 行政單位 因為他把這個法律 擦到 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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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應該要灌 灌到 灌到 不可以做事 不知道要怎麼做事 從行政單位 從行政單位 變成灌的單位 這個 完全是錯誤的 這個法律的 這個情形 完全不一樣 所以民主社會 老百姓 還是說老百姓 民間的造成 是不可以收 行政單位 來管 行政單位 無管 人家管老百姓 行政單位 只有偽無 執行 法律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老百姓 是唯一 受到法律的 管轄 但是 行政單位 不能管 所以這點 這是我們一後 要創立 台灣一個 自由民主的社會 大家要 隨時要 放在頭上來 這個 自由和法律的 這個觀念 我現在 又拿一個 更嚴重的例 來說明 中華民國的法論 創造出來 這個 政治 制度 社會制度 並不比別人更 自由 更便宜 現在我們再看 這幾條 合作社法 這個合作社法 第二條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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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的主觀 機關 中央是來政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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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府 在在 管市政府 管市政府 他還有 這個 目的事業 影響 國際主觀 機關 的 指導 和感動 現在 第九條 說 合作社 創立人 應交集 創立會 統計 總領 選舉 理事 感受 組織 社務會 在 一個日後 向 所在 對 主觀 基關 為 成立 是定期 主觀 基關 就頂了 這條 第二條 指引 這個主觀 這個行政 所以 我們要創作 在大陸民國的體制 之後 要成立一個 合作社 創立人 可以 做這些事情 後 在一個日後 向這些主觀 基關 去定期 現在就十條 在主觀 基關 受到 我們申請的時候 第九條規定的申請 應該在十五天來 為 尊 序 指 割定指 我們要看 一個日後 要拿出 定期的申請 行政單位 十五天來 就要 決定說 可以還是不行 這表面 像看起來 好像 行政單位 做事很快 十五天 我們老闆 要拿出申請 一個日 的時間 其實 這個十五天 是在騙人 就要給我們 轉移 注意力 我們就要看 後面這兩日 准佛 行政單位 可以決定說 要讓我們成立 還是不讓我們成立 這個意思在這裡 是怎麼 要讓我們成立 是怎麼 不讓我們成立 沒有成立 它這裡都沒有規定 所以康徑 行政單位 它又說這句 用董哥話來講 可以用行政裁決 行政單位 認為說 你這個要辦的合作者 可以 給你 另外一個要辦的 說不行 不給你 行政單位 可以這樣做 廣告法律 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有說 行政單位 是在執行而已 它不能做決定 就要法律 跟指定說 你可以 還是不可以的時候 它才可以廣告法律 可以不可以 去做決定 結果它自己 現在可以自動做決定 就對了 這個行政單位 我們現在再看 下一頁 今天沒有 OK 我們現在看 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來對付中華民國的法律 中華民國的法律 這個憲法 在這裡 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 第十三種 它說 基本國籍 這是很重要的 國家的政策 其中 第十四十五條 聽說 合作事業 應受國家的 種類和輔助 國家就要輔助 合作事業 所以這 合作事業 是 受到中華民國 不只 主張就對了 而且 在人民的 管理和義務的時候 這十四條 也有寫 老闆是有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我們要做一個合作事業 就是結社嘛 二十三條 也有說 依情所力的 二十三條 依情 那幾條 老闆是 這個自由的管理 除了說 為害別人的自由 還是其他這些問題 以外 不得已 法律 限制制 不能用法律 來限制 我們 這個中華民國 憲法所持的 那幾條 自由 結果 合作事業法 再回來一下 剛才那條 合作事業法 在第十條 行政單位 可以做準否 所以是不是違反 中華民國的 這個 憲法 他自己憲法 他自己憲法 自己就是什麼 合作事業 就要受的人 要受國家的 種類和合作 結果行政單位 無事無必 他自己用的決定 說要讓你成立 還是不讓你成立 這個 不是自由 現在相對的 我拿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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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社 電議 合作社定義部,在那裏做定義 合作社定義部,應該由這個 定義繁衣,在管理這個 商業定義的定義繁衣,來管理 再來,第十一條字印 他說繁衣應該,心者合作社 是不是根據這個規定,成立和申報 如果不是的時候,當然是不能設立的 這個當然是這樣,你如果沒有合法 要成立,當然不行 再來,歡迎應該按照合作社 臨時跟財務的狀況,剪斷 特別是合作社子產狀況 如果有危害到社群 和財務人的利益的時候 應該拘絕他們的心情敵義 這位法律師跟誰說 你就要向什麼人定義 結果,中華民國的是 要向主觀單位,就是行政單位 這位法律師,要向歡迎做定義 我們剛才說的,法律師 法律師,是受到的,法律師的訓練 所以,他們才有能力,改正法令 他們有能力,改正法令 他們有能力,改正法令的時候 才有辦法人判斷 說,我們要做一個合作社 是不是根據合作法 有尊修合作法 來造成的 所以,向歡迎做定義 這是政客的 不是向行政難為 而且,德國這個合作法 還寫得很清楚 法律師,在什麼政行之下 這麼可以不準 如果不是這些政行的時候 一定就要準 這就是,法律師在白法律 不能隨便 正定說,可以不可以 他解釋得很清楚 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不可以 中國民國的法律不是 他只說,行政辦理可以 準還是不準 他有這個管理 但是,什麼政行之下準 什麼政行之下不準 都沒有規定 所以,用一句 中國有的來講 就是,橡皮法令 對吧 那個法律 會用的這樣 有彈性就對了 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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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前 我們有很多 這個合作社 還是說,信用合作社 要做 還是要辦什麼 都受到 行政單位的 幹線 不可以做 你要設一個分線 說的話 就要是 收他的 漢 他把你規定說 你這裡不可以設 這裡不可以設 一間合作社 可以設整個分線 人 合作社要設整個分線 那是他們家的事 他如果 經營之後 收你打的氣 他要去成立一個分線 你怎麼可以設定 不可以 他如果了解的時候 你又要退 出錢 沒有 所以 成敗 是他自己就要付正 所以你行政單位 應該沒有這個管理 去審責這種 對吧 所以 有些我們看得出來 說這個比較下去 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社會是怎樣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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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個 這個 隨便 我講的 而已 因為 這個 這是政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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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是我 所以 一比一中 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看了這麼多 我都在調聞了 還有 非常回來 我剛才說 這個 中華民國的法論 因為 有這些 主觀基關的規定 结果中国制度不够乱走走 造成行政団委乔寓 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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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 施法 管理 在做老伯还是民营释押的 這個祖有這個私營或是民營的基礎 這種的制度 很簡單 大家可以判斷說 這不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所以他又創五官分立還是十官分立 人家把我們三官分立就讓我們創造這個 很好的民主自由的社會 結果中華民國 越創造越亂越非 OK 現在 我繼續 再跟大家探討這個第三個重點 經濟的事務 經濟的事務 大家看到這個 當然可以了解說 跟經濟事務有關的 應該就是牽涉到人、事務和錢 所以牽涉到的人是在指什麼 指說 行政在那些服務的對象是什麼人 就是一般的老闆事 如果在服務的老闆事 我們再用一個比較土俗的方法 來把廟下 這就是什麼意思 老闆事就是 就像行政單位的客戶 如果對客戶 比較有利貓 比較有利貓 比較欠比 這也是正常的 這上級社會 大家都是知道 對客戶 輪到要比較好累 對不對 這樣 定端可能才拿得到 所以 這上級的行政單位 對我們老闆事 我們也要叫他辦什麼事情 他如果對我們比較好累 比較健康 比較欠慮 比較輕幫忙 這樣也是運動的 在這裡 又拿一個小禮 來給大家分享 我們去那邊 那邊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也創造一個 很好的現象 到今天 還有一個實用 他就是 叫台北市的 市政府的官員 特別是火政客 所以你要放下身段 你那個整台 不要洗到那樣 整台港街 老闆事要來辦事 頭到要看你整身屋看的 對 那來的時候 再辦一台請他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奇怪 對嗎 以免我們要去辦 火靠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 那個官員坐在哪裡 我們翻車還看不到 因為 那整台都很高 那看得到 就是 比較難洗 我說 小姐都在搶碰洗衣 那如果 男生 在那邊破刀 在那邊開槓 沒什麼插衣 有時候 我們 去到那裡 要辦這個火靠 我們也不是 每天去辦的人 所以 不可能知道 就要辦火靠 就要什麼 帶什麼東西 手衝 就要怎麼處理 所以有可能 為了要辦這個火靠 我們就要找三百四百 那個官員 他這樣 把我們處理 感覺說 他很高 有辦的 有很有管理的 我們就要去給他 結果 旁邊 補給他 補下去 大家覺得 這真好 我今天 我想大家 所有的 甚至我鄉頂公所 我今天 還在使用 其實 我們大家在辦 新潤正義時 可能 大家都有經驗 去到 火靠客 要辦 這個 庭本的時候 一個日子 就有一個小姐 在問你 你說你要辦什麼 你如果要辦這個 就要去 躲一個 躺下 甚至要幫你 抽一支籤 抽一支蝦 給你 接下來 又碰一支地 請你 對吧 我們 坐下去 膝蓋 還沒燙 好了 現在電腦 很快 大家看看 另外 這行政單位 在辦 如果是這樣 在辦 是不是大家 都很方便 他對我們更好 利難部 也是應該的 因為他 領的薪水 是我們領的 薪金錢 對吧 我們是他的 國客 他的老闆 在付他的薪水的人 所以 他對他 客氣 比較省肥 比較有禮貌 這也是運動的 相反來說 這個官員 對我們更好利 辦事 效率更好 更快 我們 落小金的時候 也說 有價值 對吧 落這個小金下去 有看到效果 不是說落下去 效果在哪裡 所以我們看不見 這樣我們 落這個小金 也記得 很不一樣 所以 我們現在阿扁 他用官員 可能 我們也不敢 但是 他開始用 創造一些 好的 這個 事實 還是力士 保留起來 一個重來 不管我們怎麼 我們就要補償 以後 民政府 也就要學這點 要學這點 要學這點 現在說到這個 這個 第二點 就是行政 什麼事情 行政 就是在辦事務 這個 又說 用中國會來說 他就要依法辦理 這句話 我們就要正確 他過世 不是在開玩笑 要依照法令來 不可以亂來 不可以亂來 說到這個 法令的這個 內容 交代行政單位 就要做什麼事情 要安裝做的 就是 我再拿一個 我自己的 經驗的禮 來給大家分享 我那時候 還在 收福祉的時候 沒有什麼收入 所以可以 利用這個 結收入的信用 所以 中國 新興 國民主帖 中國的國民主帖 的制度 跟台灣 中華民國 在使用的 國民主帖 不一樣 中國的國民主帖 是不可以買的 是可以用租的 台灣 這是 可以買的 就對了 如果說到國民主帖 我說個手 給大家手 我在中國的時候 我們就在家裡 一些 國民主帖 去國 去古代 這裡有人在跟我說 他說在亞洲 推行 國民主帖 上成功的 就是新加坡 所以 中華民國 有很多人 特別是台北市政府 那時候 好像 連阿菲伯在做市長的時候 就派 古代團 去新加坡 要派人 國民主帖 的 制度 每一個市長 都因為要派人去 看新加坡 看新加坡的國民主帖 看新加坡的國民主帖 在台 他說 你們這些 每年都來 我們每年拿的東西都一樣 你們到底是有在 有在看還是沒有在看 所以 去那 讓人看不看 看不看手 說 人家的人 都來在觀光的 拿回去的資料 都能借的那些 花帖 都沒有在用 所以不像 每年就要派人 重新再去 考察就對了 你看 有夠見笑 那外公都回來說 我以前在申請國民主帖 就是 暫時給我申請到 一間 就像小公寓 開始大了 那時候的處罪 很燙 開始有燙 所以 家修裡的人 都負擔不去 這個國民主帖的制度 是怎樣 創立的 就是要讓家修裡的人 因為我 可以做到處 所以政府 拔基金出來 讓民間的企業 借錢 利息比較低 讓他們借錢去 蓄主帖 所以政府 政府都有規定 因為我 這錢 照理 利息比一般刺激 比較低 所以你將來 蓄的處 要收處罪的時候 你就要處罪 當然也要 比較低 因為有規定 就要供給規定來 那時候 那時候 我住進去之後 那 房子 立不去 當然很安定 還四年之後 忽然間接到 這個 房子公司的統治 說房子要給他們 蓄 一個要蓄的 說要蓄60% 那很貴 你民間 你跟祖師 你們的房子 也不可能 這樣 所以 住民頭買 大家都很緊張 那 蓄60% 一個人 再加了多少 的房子 所以大家 議論 紛紛 要怎樣 大家都沒 無障 所以 為他們的辦法 先消費 反對 就對了 先消費 但是 寫這張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說我們消費 要用什麼理由 說不定 沒有人知道 所以 有人會建議 說 沒有人來參加 祖室的人的 公費 像 企業 企業 公費 就要入肥肥 那 如果有入肥肥 就有管理 去 請教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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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請的律師 問他有些管理出租或租序的法律分队 所以那是一般租序的人 頭一部可以立場幫助的單位 所以幾個帝國的储兵和我 就很少的說好 一個人貼擋不悔悔 就去參加 參加後要定期要請到法律過分的時間 論到我們可以請到法律過分的時間 我就首先在學校讀書 先準備一些功課 就寫一些問題在說 要去問法律過分 那天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將那個問題退出來 要請到法律過分的時候 那個法律過分看著我那個問題 我看他 因為我頭部疼的那種 所以 一人照顧說 看起來你那樣年輕 你是不是大學生 王氏 他說 我就是保養大學學生的法律過分 所以你如果你在學校去找我 就不用了這個 這個參加這個 婦婦的這個費用 我今天紀念我已經 婦婦落落去了 然後拿到這個時間 可以來幫你請教 這個問題就 麻煩你今天你給我回答一下 你看看海淘 他說 我們這個第一期間來 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幫你回答 簡單 他說 你說 你這個國民主題 這個只有兩個法律 切點的給你賣 一本薄薄 你餘五個元去賣一本 自己看一看 你就比我比較內行 他說這樣阿鐵 沒辦法 我才是餘五個元去賣一本 法律搜 然後回去就 下什麼了 變了 因為那個錢有關的 對吧 如果 出生要給你氣 哇 那一聲氣到就不得了 所以他開始在那裡看 後來差不多一個禮拜來 看兩三遍 看完了 我就開始 知道說 要怎麼應付 法律在那裡 怎麼下 所以 第一步 我就跟那些抵抗說 根據你們這個法律 第幾條 他說 出頭的公司 如果要跟我們 開出誰的時候 他這個通知師裡面 就要再付一個 讓這個 好像說 那個經營的 成本計算 就對了 因為他就要寫說 他花什麼費用 那些費用 根據法律的規定 什麼費用 可以勝罪 做金的 他就要補來 這樣 我們 這條這個 鐵條的這個 處署 蓋的通知 沒有付那個 計算票 這樣 可以跟他 叫他補來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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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補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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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補那裡 他補那裡 他補那裡 不是只有補來 這樣而已 因為 根據法律的規定 你如果 起處死 這個通知到他之後 那個時候 在家補 在一夜裡 正半夜裡 叫他摧棄到十五鐘軟 這個通知到他的時候 處署 在後夜裡 這樣可以開始起鋼 不可以說 後夜裡就要起了 所以 現在去通知 European 當時 是變成說 當時來的 才開始算時間 所以他已經拖了一段時間去了 現在那個結婚表來的時候 聽我自己拖了 你拖一條錢,拖一條錢,聽我一條一條錢 就拖到那裡 最初的意思是說 我拿著了養子的錢 我就不再看人家來拿養子 哪有養子的費用 這都可以打勾 我記起來了 這些錢不能算在我們的祖金裡面 那時候算起來還要修索 最大條就是什麼呢 最大條就是 第二條款 政府跟補助 第二條款 補助他多少的祖金 借他 可以利息很低的 給他應用 這個祖金 到那個時候 這間 出頭的公司 他說 他起床 把政府拿到的那些錢 那個期間已經夠了 所以他就要將中心 跟運行 搞笑 第二條的理性就對了 結果那個運行 跟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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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個 這個 起床的出頭的公司 如果是要拿到這個祖金 因為這個 第二條款的理性有變動的時候 這樣 這樣他就要 供給 統隊 的這個 事件 來計算 祖金 聽說 那個 當時我們那個 地方 第二條款 一般的運行的第二條款 利息多少 這間出頭的公司 只能用這個 做標準 來計算我們的 做金而已 如果 每一個人都打電到那一間倫行去問說 那個時候 倫行的第二貸款 利息是算多少 每一個人得到的結果合起來一看 跟這間出老闆公司嚇壞了 差很多 沒有了 超級我們的伺貸 這樣根據這個法令 不可以 他不可以把所有的利息 不可以勝出我們的祖金下去了 超級的部分他自己要吞 那時候就有理由 人家給他變了 所以就跟財貸和抗議 你這點 這點 這點都不可以 不合 就都要出銷 出老闆公司這輩子 廖大賣 我們來到我們參訟說 不然我們開一個 廚房的廚房 我們現在要來上誓率 這個祖金的計算的方法 給你們了解 其實 定一個時間 大家就 跟這個出老闆公司的人開廚 要討論這些事情 要討論這些事情 出老闆公司 派什麼 總工廷師 總匯教師 都中了就對了 都在大廚房 來的時候 就讓我們抓到葬 所以我們都不用跟他講 跟他計較 不用跟他插來插去 跟那個 那本法律座 拿來說 這本這裡整頂就這樣 你們寫的不一樣 所以 你又拿回去 照這個法律座 收解 這樣就好了 沒什麼人好討論 沒辦法 很害怕 我看到 我一個外國人在那裡 中工廷師 你是不是在那裡 我不是 沒辦法 但是他也不慶 我記得 我們那裡 農總的那個小季 一百四十七號 一百四十七號 一百四十七號的 租稅不可以 讓他了解 每月的租稅錢 都很了解 所以他不願意放 看什麼人家 要長得多 他想說我們這個小樓樓 這十老百姓 他在大廚公司 要去我們抓了一個葬 他在那裡 在那裡的運行 就是他的母公司 其實運行設的建築公司 蓋國民住宅給我們抓 所以這很明顯 就是內線交易 對吧 所以他也沒辦法 對付 但是他也下不了台 沒什麼願意 他說中文 那要去不買 那要去拿 他拿去那邊 我就去看 看看他 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說這個 國民主體的處罪 要蓋國時 就要受到 當時 像說 鄉定公司 還是市政府 建築區 會心者通過這可以 這樣來找他 來找那些建築區 你是如何深知,讓他通過 那些德國雄,德華旗 旗現在都獨我,因為我有那本法律找 我就找了那本去找那個客廳 我說,沒有客廳,你怎麼會 法律訂案,你怎麼會我們這間公司 這種計算方法可以通過 他再來看看 他說,請他來做這個工具以來 從來沒有人來跟他計較 不然那個德國跟他計較就對了 就有時候他說,你今天是一個外國人 他再問我說,你讀法律嗎? 我說,不是 我補償一句 我說,你這國的法律寫到連外國人就看有 我說,你不簡單 這種法律不簡單,對吧 他沒辦法 有理由就是有理由 他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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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 還用打雷機 我們拿一張紙 穿那打雷機下去 打兩張雷出來 那張拿出來 簽一雷,先賭給我 我想說,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拿來看 他聲說 無事無力 所穩存的 祝金的 那個提高的 這個通知 即時出銷 廢讀 我拿到那張 把那些提高給我電 我還沒去看看 我們這回賺多了 大家 大家 以前都 大部分的人都500元 現在大家都100元 我們在廚師家裡 大家都100元 由這個 大家可以想到 法律的條文 如果寫得很清楚 不是法律的外國人就看有 人家在執法的人 到買了 他也是信念說 他的不對 他不照法律來 他要感到信念 改變他的錯誤 像中華民國那不可能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 法律如果定得很清楚 老闆是指令人 就不用怕法律 對不對 法律我們看有 我們就知道 他在規定什麼 這樣 反法的可能性 也會減少 對吧 這是我 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現在再來看 中華民國 這個法律 雷書 的這個 事件 中華民國 也有這個法論 聽得很清楚 大家看就都看有 但是看到買了 我們會害到 好 下一個 走 現在我要請大家 看看 中華民國有這個 金融機構合併嗎 這已經沒有了 就是因為有些 金融機關發生問題之後 大家記得我去 旁邊那時候 也不可以很久 給一些 這個金融機關 什麼 有特殊的方法 可以 報效應的 這個損失 這裡鼓勵一些 金融機關 說你們去合併 中華民國 或是站不住的 那裡 比較用的 去 並吞 還是去 概括承受 對吧 中華 聽得到很順利 概括承受 很好聽 現在大家看看 這個金融機構合併法 它又一樣 本法主管機關 財政部 我們剛才看 群人法 不是財政部主管 新華做的時候 這是財政部主管 財政年齡 帶牡政組 都會 Han 哪有收 財政家 你 caboone 沒有做 那種 財政部 都會 那種 很有錢 特別是 這就是財政家 剛才 經常 可以 可以灌的就對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14條,誰說 龍魚的,根據這個法令的 第12條到第13條所規定的 如果是讓 這還不對 王先生,我一定要請你解釋 這兩魚對條 這個魚跟這個魚對條 應該魚,魚就要找到這裡 就是讓魚信用部 或以信用部作家投資銀行業者 大家可以了解 這什麼意思?讓魚信用部 就是牛人嘛 農費到付費的信用部 他要牛人,賣的人就對了 還是說,用這個信用部 來造業,導資銀行業 農費用這個信用部 做他的資本 他去導資一間銀行 對吧? 這大家這樣看就可以了解 如果這樣的時候 原有自信用部 本部或分部 得經主管機關自賀準 改為該銀行業者自分支機構 這也是很清楚的 對不對? 那個農費的這個 這個信用部 本部還是分部 他如果是賣的人 還是去導資銀行的時候 這個銀行可以 將這個信用部的本部跟分部 改造他的銀行的分支機構 這看起來很合理 現在再來 前項 這個項也不對 前項就是 前項銀行業者 申請撤銷榮譽會信用部 改製支分支機構 導致組織區域內 除郵政儲金會業局以外 無其他銀行業提供金融服務 組織區域之農與會 所以得一農與會法設立之信用部管理 辦理會員金融業務 他現在去導資 導資之後 現在農與會沒有信用沒了 結果還那個地區 導致組織區域內 這個儲金 這個業務以外 無其他銀行的 在提供金融服務的時候 這些農與會 還可以根據農與會法 還設立一個信用部署 這聽得很清楚也對 但是我們越看越無沙沙 現在再來 農與會依第11條到13條的規定 讓與信用部 或與信用部作駕投資銀行業者 至其推管經費不足時 由農與會中央主管機關 剛才我們有看到 中央主管機關的農委會 實際需要編列預算 支應支 農委會如果賣信用簿 還是拿信用簿去投資穩行 結果他的提供費用不夠 這樣農委會就變遺孫 給他補助 大家會記得農會、負會 以前是怎麼可以設信用簿 他就是說 你政府要叫我做提供的業務 這個推廣 就是說 他請基督員、負部的農民 你要叫我做這些事情 我沒有錢 要怎麼給我別人做 所以 中國民國 那時候從一個行政命令說 尊農委會設信用簿 讓他們設信用簿賺錢 要用賺錢來做這個經費 推廣費用 對吧 現在農委會設進去之後 所以將信用簿賺錢 還是去投資 結果他又沒有錢 可以開銷這個提供費用 所以現在變 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 這個禮大家看得出來 你看這個法律寫得很清楚 對吧 清楚了 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是在補什麼 他不知道是從大人人 動作那樣傻 這很像 補到我們大人人很親 那麽 法律可以這樣定 說給我這個法律 他如果照這樣做 說給我這個依法辦理 對吧 黨庫通國庫 農委會通國庫 所以民進黨在選舉 怎麼選得贏 這種條件怎麼會說 會倒 會倒嗎 有一個人 他想要看 看上去 這樣想要 十次都想要出來 看我這個 不是最傳統的 看中央旁國的法律 就看得到 看得出來 那些最傳統的不知道 都是覺得怎麼 準備 蛤 時間都沒花多了 笑話都會說 真正也會說 我剛才說這個 行政的事務 除了人事 以外 也是就看著錢 我們秀夫在說 無錢也是沒辦法辦事 所以要叫行政人員接受他的任務 也就是要錢給他 不過因為這些錢都是老闆是高的 就是洗金錢 所以行政人員就要遵守關節 要接受 不能亂開 所以各位將來 如果要配預算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要 我們從行政人員來請求預算 但是不准他們亂開支 所以大家就要 比較注意 不可以什麼中法民國 創作一些行政財務 說有一些高安理貸 消耗預算 預算變太多 現在在開月圓 所以就要消耗 所以就要消耗 對吧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名書 說這個 預算達成率 他說 你如果預算花越多 你的行政效率越高 你會不會有錢 會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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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一個 一個經濟的原因 不是 對吧 怎麼可以用這個 來做標準 所以 各位將來 如果在心柵 行政單位的預算的時候 千萬就不能給他們 這個行政單位 亂部 說到這個 現在 分頭回來 各位將來 你們雖然 你們的任務 是立法 但是 你也會 有一個參議員 你受你們的 監督的領導 或是說每一位 參議員 你自己也有一個 辦公室 所以你也要做一些 行政單位 所以最後 我要來 說我最後 這個 這個 疫情 最後 沒關係 那個第四 那個大綱 拜託一下 第四點 領導改善的 行政事務 領導改善 你們要注意 要關心的是什麼 我有三點的 這個 這個 建議 第一點 就是說 你們如果面對一個 行政單位 你們要領導 要鑑讀的時候 就要想辦法 從這個行政單位 建立一個 要怎麼說 效率很好的 這個 行政效率很好的 一個單位 這個要怎麼建立 就是說 你要用中國的 就是 分層負責 和分工合作 分層負責就是 對頂到鑑讀 一層一層 那些 扛負責任務 要分好好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這是換的 每一個 單位 用的就要 分得很清楚 這樣 上下 水平 可以 連貫起來 甚至 每一個行政單位 還是說 你每一個 你的 助力 你的 廣工 他要做什麼工具 你也要事先 它定好 它規定好 它的行政範圍是什麼 它的行政內容是什麼 這樣 這些行政靈環 馬上就知道 它要做什麼工具 不必你 國特別交代 每一次 不必你挑 不必你挑 不必你擋 它就要自動 知道 這工具就是我 要做的 做到這個問題 它就要去想辦法去解決 你如果有辦法 做人創作 這關 行政單位 你要感動 很簡單 不必你這樣 每一個人都這樣 抵掉 跟滾掉 所以 根據這個制度 你就有辦法 讓人 全民 控制 和監督 你的這個行政單位 再來第二項 就是 我建議說 你如果有一個 領導一個行政單位 的時候 也要利用這個行政單位 訓練一些人材 因為有組織 有制度 你如果沒有人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可以發揮那個效果 所以 有這個制度 之後 你就要 訓練一些人材 有這個制度 要訓練人材 很快 就像剛才 我講的說 這個 每一個行政單位 的任務 和 來用 行政的來用 都 規定得更好 寫的時候 派去那個行政單位的人 他就知道 他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 你要訓練人 因為他很容易 訓練人 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一個行政單位 要是說 你們在領導的議會 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臨時 變動 你如果 平常時 就訓練一些人 在那裡 臨時變動 臨時變動 發生 隨時變動 隨時有人來補 有人來接 會這樣 這個行政單位 這個效率 就會很好 最後 也是要 跟大家 訓練說 你們總來做 參議員 領導的議會 也是要切錢 讓議會 可以穩穿 當然 議會 經費 這是 根據法律 規定 也是要立法院 通過的配準 不用你們 再去外圍 去切錢 就對了 雖然是這樣說 你也要 知道 要辦什麼事情 要處理什麼 要花什麼錢 就是 要花什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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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要花什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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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你的錢 要花花錢 再花錢 結束 投資也就要知道去找錢 變預算 這樣 行政單位才有辦法穩穩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 這個例 以前 說以前有比較久的年薄 其實不太久以前 台灣也要發生一間食品的問題 說那時候還有黑熊SARS 沒有人要喝 所以這些食品街 飲料街 沒賺錢 生理壞 當然他們真的沒問題 所以就塞隆一些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的去接問政府 那時候去問那個 行政儀衛生司長 說這食品是你在管的 你怎麼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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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了出來的事 大家不知道的機會 那個書長的同時 跟進法委員怎麼回答 他說 沒錯 食品 根據這個食品 衛星管理辦法 我是主管 機關 沒錯 但是我這個衛星宿 好像有一個食品科 管理科 這科裡面好像七個K丸 怎麼有辦法管台灣全補的食品 七個人要怎麼管得到 他用這個理由來貼 下這個他的質疑 這就是我要說 你做一個領土改善的人 你如果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 是不是你就要向立法委 偷偶選 偷人 你不可以偷人 也不可以偷錢 到時候問題出來 說你在管的 結果你沒辦法處理 你怎麼說得通 所以 這種問題 就是中華民國法律創造出來 這是無關 機關 請問各位 你們將來做參議員 如果去遇到一個 這個 行政中官的時候 要怎麼做理 對啊 一定就要換 這種人很有主意 就要領那個薪水 對吧 其實呢 我利用這個法律 也是要介紹 說他不但不可以清籍 甚至他這條法律他也投不投 我們現在看這條第十四條 二十四條 他這裡有什麼 說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因抽查食品業者之作業衛生 及 記錄 必要時 因抽樣檢驗 及查扣記錄 所以 抽樣檢驗 什麼人在做 管理政府 直轄市 不是行政院衛生署 對吧 所以 他自己這個法律 他也投不投 照說 不去抽樣檢查 不是他的照應嗎 可見 你看 主管機關這條 這條法律 海市多少人 只要灌 每天都不行 千萬一後 就五天有這種主管靈丸 善盡 一後 各位 有辦法控制 就是什麼 就是不要讓行政黨內 什麼 佛報預算 現在給佛報後 這個中華民國的 亂砍預算 對吧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裡說的才 有處理的還是說 沒有處理的法律問題的時候 可以了解說 將來我們台灣 絕對不能夠創造這種法律 創造這種行政黨內 請大家 會記得 將來 我們的 民主制度 要求大家 希望大家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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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